花莲市长杯桌球赛 周休二日的假期是在宜昌国小活动中心来举办 吸引了68支队伍的400多人前来切磋球技 市长魏嘉贤也感谢各界的支持 在市民代表会的支持下 未来也会持续办理桌球锦标赛 让更多的人喜爱桌球运动 市长杯桌球赛 今年是由花莲县长青桌球协会主办 吸引了68支球队400多人切磋球技 市长魏嘉贤与市民代表谢豪杰也为赛事开球 魏嘉贤表示桌球在花莲曾经面临相当严重的断层 所幸这几年来在桌球的运动赛事里 看到不少年轻朋友甚至血统的热情参与 也让十多年前推动桌球运动的热情人士感到相当欣慰 十几年前当时候花莲桌球曾经面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断层 那借由这些有热情的朋友们一起努力 把这些喜欢打桌球的朋友聚集在一起 然后进而向下扎根 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 也越来越多的孩子参与桌球这场盛事 那我们真的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运动项目 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接力接续 让我们所有的运动的人口数也能够增加 参加开球仪式的市民代表谢豪杰 肯定是公所对运动推广的用心 桌球委员会主委徐荣宏表示 未来也将持续的协助各校发展桌球运动 市长是不断的一直在体育这个方面一直在推动 其实花莲很多的运动赛事运动学员 是非常需要留在在地的 那没有运用这些的比赛 很多的选手都很容易外流 包含教练也好 都因为这样子的竞赛能够留在花莲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我们都是都是往下扎根 在十年前桌球学生国小是队伍少之又少 那现在今天的话我们中年级组有20队 高年级组有26队 还是谢谢所有我们花莲县的长官们 支持我们体育会的桌球委员会 市长辈桌球赛各组冠军分别为 奔林组冠军财林行老虎队 社会组冠军康阳卓迅 国小高年级组冠军筑筑筑强国小白队 国小中低年级组冠军是筑强国小红队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